揚州大学的朋友们,新年快乐! 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、最重要的节日,而不是圣诞节。 新年的特性是圣诞树。 我们有些人叫新年树。 然后冰雪老人,她很像圣诞老人。 然后冰雪老人的女孩叫雪姑娘。 而肯定是被冰雪老人送的礼物。 晚上,我们一家人都集合在家里面,一起做饭,一起吃饭, 然后十二点前,看那个普京总统的祝福。 然后主持十二点,克里面中的中楼的自宇宙,叮叮作响。 大家很happy的样子,喝香槟酒,干杯。 但是最重要的是,圆诞早上,孩子们起床, 都飞泡看看新年树下面的被冰雪老人送的礼物, 不是被爸爸妈妈送的礼物。 所以我希望明年,冰雪老人也会来你们的家送礼物。 新年快乐,拜拜。 拜拜。